之前,李云迪因涉嫌调娼北桩,由记者书里发现,自2015年起,李云迪开始通过综艺节目刷脸,参加创造营2020,脱口秀大会第三季等至少五档综艺节目,李云迪的商业版图,商务合作竟达12个。 2008副布斯中国名人榜中,李云迪以钢琴家身份位列26名,收入4030万元人民币,排名第六。 2009年至2016年,李云迪军榜上有名,此后数年未见上榜。 近几年,李云迪又陆续签约京东普拉尔斯体验官,东风日产天籁大使,任养一头牛首席音乐官,卡萨迪高端艺术生活体验官等。 但其中作为代言人身份的仅有今年1月份官宣的皮亚诺和4月份官宣的美加数码钢琴。 截止目前,李云迪今年参加的期间展集的各个节目组已下架前七期,目前除皮亚诺美加钢琴、BLO,大部分品牌已经无法搜索到李云迪相关内容。 语文苏迪整理报道。